英文法文和一文是吉南大学乎中 暂力在在提供的技研教学地乡 今年来在苏生的努力之下 效果是相当的好 今年学生参加法文的建议 通过来是将近百分之百 其中午当午 若是通过法文的建议 参加英文多月科技 也得到九百二十五分的高分 将军典典好好苏生 在掛技到学店面的成果 学生可以勤势用法技来讲话 用写的也不是很困难 几分前来就能写出困难去法国文 其实法技是有一定的学生难度 但这几位学生都顺利通过法文 能力减定 它有点难 因为我们第一 就是有点先入围组 我们第一次先学英文 然后它的发音跟法文有点差异 所以我觉得有点困难 那怎么课 就多听利用Google的翻译 然后多听它的发音 然后去记单字这样 有一定的难度就是 也是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去学习 跟多听多读这样 就是要把它搭配日常生活 就是一直接触它 然后一直去看它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多听一些发文歌都可以提升 以后这位学生警察是厉害 不但通过的发文能力减定 参加英文多亿科区 也高到125分的冠分 当时精通英文跟发文 对一个高中心来说 其实非常不简单 对语言学习的热忱还有兴趣 然后觉得说既然要考了 那就全力以赴去努力达成这样 这两种国有搞分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 这两个语言相似度是有 但是还是有它的区别性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要分别很简单 就是要上网去多找资源 纪南大学府中对推荐学生外技能力是相当用心 英文、发文和日文是学校教学的三大得识 尤其结合纪南大学的输主和主管 每年在国行科技和纪念减定时 都有非常好的身材 希望我们的同学在升学上面 更具竞争力 然后我们分两部分来进行 第一个是我们的英文部分 我们积极鼓励同学参加多亿考试 另外我们最特别 我们还邀请纪南大学的黄兆云教授 到我们学校来指导我们同学的发文 在我们技大附中 这三类语言 如果通过的同学都可以取得征兆 在未来大学的推增上面 会比其他同学更具特色 更具竞争力 学校表示 学生的图案 学时和能力背影是非常重要 不但对日后科大学有很大的帮助 日后进入社会就业 路面比别人更多 国家有竞争力 接着王教成彩虹报道 建计 文字幕志愿者 任иб 曾在有捣馆 你们过期到 参用的 帮助